您说基隆市的捷运从轻轨改成中运量 经费大大提升到425亿 但这要十年后 而且这个基隆捷运到不了基隆市区 第二个盖 没有到基隆市区的基隆捷运 您说这个基隆捷运不花基隆市的预算 所以我们没有规划报告书 但现在看来基隆市的市政预算必须要负担 关心基隆捷运的进度 基隆市议员张渊祥 陈维仲 王醒之 联合总质询 外传新北和台北市 接手基隆捷运新建营运的意愿都不高 相关TOD规划面临土地房价升值 恐怕会成为前坑 您认为基隆捷运谁盖 基隆市盖 基隆市没有捷运局 应该不会被选上 台北市盖 台北市就短短那一段 南港那一段 新北市 新北市会盖吗 万一新北市不盖 谁盖 是不是等过去的交通部长 您的大师兄 您的好朋友 林家总选到西北市场 一定会盖吗 市长帮我回答一下 好 几个事情 第一个是刚刚陈维仲议员在讲的 长官针对我的回答就好 您觉得谁会心见 我觉得这个要一并回答 不要去把它简化 第一个是陈维仲议员讲说 这个定案一半 其实这并不是正确的说法 其实基隆捷运已经定案了百分之八十 最后到这个巴鲁进来基隆 就是那么一小段而已 前面全部都定案了 因为基隆捷运不是只是在基隆盖而已 还包括新北跟台北 这是第一点 另外第二点是 你有提到这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 近身化的事情 其实现在在基隆的这个阶段 我们同步做TOD 这个就是要去减缓近身化 我们已经讨论过非常多次 但是这个近身化的对策 我们不能是说 就是在厂站的开发 都是有连开 然后来自身基隆捷运的 近身化的原因是因为 捷运盖好之后才做TOD 我们基隆这一次为什么宝贵 是因为在捷运规划的时候 我们同步就做TOD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的整体的整个市政总监讨 我们都看到 其实TOD并没有很明确的 所以指出 现在当然不可能很明确 现在还在起初 又不是已经做完 那现在在起初的捷运规划 你要我们把这个期末的 完整的东西提供给你 但我们捷运期从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了 所以基隆现在在做的 并不会发生 我们这个TOD的规划 我们会有近身化的对策 我们会有近身化的对策 纳在TOD的整个规划里面 应该是这样子讲 现在房价已经在飙涨 现在土地也在飙涨 应该这样子说 如果你只是做 盖了捷运盖好之后 你再做TOD 那那个会很严重 可是基隆市 我们现在在做的是 我们在综合规划的阶段 我们同步做TOD 所以我们可以把 所谓的公共利益 透过TOD 把它回到这个里面来 这个跟过去 在其他城市的经验 比较不一样 所以我们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所以市长 你有承诺 就是我们未来 其实在捷运的整个发展 十年间我们的土地跟房价 它是维持 它是维持着市民 目前我们的居住品质 是维持可以忍受 我们不会有晋升化的问题 两个东西 第一个 有公共的建设的投入 房价一定会涨 你不可能有公共的投入 然后房价不涨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房价跟地价涨 并不代表晋升化 其实整个城市的发展 温和的上涨 这个是好事 但是不是冻结在那个地方 当然不是冻结 而是说它要搭配着我们金融市市民 还有我们的整个居住品质 可以龙售的范围 那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的TOD 才进行到一部分 我们是可以来承诺说 未来其实不会发生 精神化的问题吗 整个场站开发 你不要把竞争化这个东西 跟所谓的捷运开发连起来 这是两件事 在全世界都在做 所有的交通跟公共的建设 但它不一定会带来 所谓的竞争化 这是一个重点 但是你不要把这两件事情 连起来 像说盖了捷运 就会晋升化 这是那种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是这样说 我是说很有可能 那我们如果没有及早对策的话 现在我们在现在的市政总检讨 那包含说之前独发处 给我们看的那些报告 整个场站规划 我们都可以看到 是说公共建设 当然有提升 可是针对未来 如果捷运联合开发 然后这些投资的 热钱进来的话 那我们怎么去 针对这件事情 去真的让我们的居住品质 提升不是让它只是一个 因为我们 我们现在捷运 经过的大多数的地方 都是现在已经有居住人口 所以透过捷运的建设 我们可以带来的是 过去不足的 公共的这些服务的设施 透过这一个去做改善 这个是我们在努力的事情 如果今天没有捷运的建设 我们不可能有机会去 改善这个环境 市长刘昌表示 交通捷运 目前已经有八成定案 综合规划都还在进行 我觉得从现在的一个条件的状况之下 新北市是比较有可能 也比较合理 因为这个 金融捷运是跟民生细子线 本来已经变成是 不可能盖的民生细子线 整合起来 然后大家都互蒙其力 而且最主要的一个路段 其实也是在新北市这一段 那未来的话 有几个东西要做进一步的确认 也就是 这一个 我们在几个场站的这个TOD 还有第二个就是 后续的整个的运作 所谓的营运的亏损的部分 到时候怎么样去做 一个分担 或者做一个处理 市长刘昌表示 金融捷运整合了民生细子线 因此新北市 接手营运的可能性最大 记者黄烧鸣介绍报道